我心裡黑的一天 這天 我深入了岡山當地的神秘宗教 黑駐教 在留學期間 我一直在研究岡山當地的特色 當然 整個岡山線實在太大了 留學期間我主要的交通工具 就只有學姐送給我的小哲腳踏車 所以我只能在岡山室內活動 有一天 我騎了30分鐘的腳踏車 來到了岡山的大園 這裡 有一間壯觀的神社 中中神社 神社外面介紹這裡的宗教 叫做黑駐教 這裡很美麗 也很特別 感覺隨時會有妖怪 來跟我要名字 神社外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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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漸暗 我感到歇息的陰涼 接著背後感到一股涼風 於是我趕快衝回宿舍 說來 或許有點詭異 但 從那天開始 我就常常接收到 這個宗教的消息 或許 只是因為 之前都沒有特別注意 回去之後 我開始在學校的圖書館 研究這個宗教 黑駐教是日本岡山的新興宗教 創立至今約200餘年 黑駐教的創辦人 叫做黑駐宗宗 他從21歲就開始研究日本 神道教 一直到他33歲的時候 他的父母接連了過世 而他 身體也出現了 狀況 在傷心之餘 他也認為 這一切都是天的旨意 為了消除業障 他認為 只要拜神 就能求得神的靈化 所以他開始崇拜太陽神 以及各種天地神 同時 也為各地的人民祈福 他似乎不太關心自己的病情 反而是 充容的 等待著 四季的到來 然而黑駐宗宗 一直到了35歲時 身體還是健壯 反而他的意志更加的堅定 而也因此想要把神明的靈感 以及天的基靈 弘揚出去 使種樹都能普遍得到 神的庇護 而他便開始認為 傳教 就是他的責任 所以創辦了 黑駐教 在黑駐教裡面認為 日本的天造大神 不只是 國的本源 天皇的祖先 他還是 創造宇宙 孕育萬物的大原理 人如果透過 膜拜 與修煉 就能體驗到 他的神德 而能達到 人神合一的境界 然而黑駐教 要求信徒 信仰 虔誠 謙遜 以及勤勞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人勤勞的個性 也能體現在 宗教裡面 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 記載了很多 關於黑駐教的資料 大概研究了黑駐教之後 對這個宗教的神秘感 而產生的害怕 已經消失了許多 想趕快一探究竟的我 終於打聽到 最近一次的宗教儀式活動 是在2019年的5月1號 也就是令和元年 第一天的清晨 在神道山上面 即將舉辦 日出祈福儀式 迎接 令和第一道日出 神道教 其實我曾經騎腳踏車去過一次 距離我們宿舍大概一個小時的路程 而且 沿路 都要爬坡 一直以來抱怨我 出門不會約他們的室友 這一次 我全約了 凌晨2點半 下著毛毛雨 四位男大生 騎著腳踏車 踏上了神秘的 奇幻旅程 終於來到了神道山 在後方的室友們已經體無完膚 看著我們騎著腳踏車來到神道山的黑助教徒們 各個嘖嘖稱奇 他們心想 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居然如此的虔誠 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但是後面那三位 怎麼散發出這麼囤厚的怨氣啊 4號 7號 4號 4號 等待各位收拾破善的靈魂 我們走進了神壇 在漆黑的深山裡 緩緩前進 突然之间一声巨响 吓坏了我们四人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深处 突然打开了灯 运转着手扶梯 不愧是日本宗教 天色渐亮 来到神坛的教徒们 越来越多 我们也感到越来越紧张 教主开场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祈福仪式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经文 大家一起诵经祈福 虽然内容完全听不懂 也看不懂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祈福令和元年 而当天下着雨 也看不到日出 但是我们体验到了 非常不一样的日本 在祈福仪式的当下 我感到希望以及活力 感觉新的年号 将会带给我们好的新开始 经过仪式的洗礼之后 充满精神活力的我们四个 决定马上 冲回宿舍 睡觉 说来或许有点诡异 但 从那天开始 我的室友们 再也没有抱怨 出门 没有约他们了 在沙发 散开